一眨眼就快到夏天了,天气越来越热,终于可以抛弃厚重的冬衣,换上清凉的春装跟夏装热了,作为爱美的娱乐圈女明星,更是早早就落腿了。 娱乐圈里媒腿不少,比如最近公布恋情的张继柯跟景田,张继柯就发了一张跟景田在沙滩散步的背影,看看大田田这双大长腿,又喜又直,让人不要太羡慕啊。 而前阵子杨米出席活动,穿着一件短裙就很有青春气息,一双腿更是两天的长浪,寒瘦,看来就算大秘密脸崩了,腿也是能打的。 她的闺蜜安德尔贝丽一双长腿,也不用说了,美哭了好吗? 韩松月虽然个子不算高,也圆嘟嘟的看起来好像有点胖,但腿心没得说,虽然只露出一截小腿,但白白细细吱吱的,就问女性不羡慕了。 不过虽然很多女明星的腿很好看,为她个人分分,但也有女星的腿不忍着似的,比如范冰冰。 范冰冰最近被拍到的照片中,就穿上短裙,露腿的,其实都知道范冰冰是个胖美人,却没想到她拍出来的照片,腿竟然这么粗,这一次范冰冰的穿搭感觉选错了。 她其实还是适合到了膝盖以下的裙子啊,陈妍妻之前抱着儿子现身机场的照片,也是穿着短裙的。 霸杂包裹的也变实实,自己却穿得这么少。 不过重点还是,无修途中陈妍妻的小腿,看起来竟然跟大腿一样的粗啊。 其实一直以来,陈妍妻的腿都挺粗的,腿粗的女明星还有宋茜。 在冬天的时候,宋茜还能穿着长靴挡住小腿的形状,显得很纤细,但如今天气越来越热,她也弄腿了。 虽然已经很克制的穿中裙了,但露出来的一小节腿,感觉还是粗的,怎么都没法掩饰。 宋茜估计也很苦恼吧,不过有人更喊,不露腿还是能看出那腿形的奇怪,比如奶茶妹妹。 最近奶茶妹妹被拍到的照片,这腿斑成这样,而平时光腿的照片就更不用说了。 看来人无蛮人,长得美地人可能身材不好,身材好的人也可能长得一斑斑啊。 如果是你,你会选择身材还是颜值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